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是 紧急备用金它到底是什么 以及你应该存多少钱才足够哦 哈喽我是轩逸 今天想要跟你们分享的是 紧急备用金到底是什么 我相信你们在刚开始接触理财的时候 一定有听过紧急备用金这个词 而很多人也会建议你要投资之前 一定要先把紧急备用金存满再进行投资 所以今天就要来跟你们分享 紧急备用金到底是什么 而它要存到多少钱 甚至是它要存哪边才会比较好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 如果说你今天是理财新手 要进行投资之前 我会建议你一定要先存紧急备用金 那紧急备用金到底是什么 就是它是可以拿来应付你 紧急为难的一笔流动资金 这笔钱它并不会有任何其他的用途 它也不会用在投资上面 而是把它放在那边 你有任何的紧急为难 就可以把它拿出来使用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有听过一句话 不知道是明天先到还是意外先来 而这个紧急备用金 就是为了应付这个意外的到来 而这些意外呢 有可能是你今天突然生病 或是遭逢车祸 甚至家里有重大变故 而大家最常听到 应该就是如果你今天突然失业的话 这笔钱呢 可以让你足够不用工作 也可以过生活 以上这些意外 虽然不一定会发生 可是一旦发生了之后啊 你就必须准备大量的资金 去应付这些意外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存紧急预备金的原因 那紧急预备金到底需要存多少钱呢 其实我个人认为因人而异 如果说你今天是刚出社会小之主的话 我会建议先存三个月就好 那当然如果说你已经有长期工作的话 我会建议可以把时间缩长到六个月 那要存多少钱呢 其实都是因人而异 但是有几个要点呢 你一定要记得注意 在计算之前 你要把每个月的餐费 房租 水电 甚至到贷款 一定要一起算进去 我这边会建议你尽量把数字抓宽一点 等到你真的遇到紧急危难的时候 金钱呢才不会那么的紧缩 但是这边有一定要注意是 房租以及贷款 请你务必要算在这个紧急备用金里面 因为银行或者是房东 不会因为你今天突然失业 就不跟你要这些费用 所以这些贷款的钱呢 你一定要算在里面 才不会因为遇到意外之后 你拿不出这些钱缴 反而让你的车子 或是房子被银行没收了哦 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月薪三万的小资主 而不知道你的紧急预备金 应该存多少钱的话 我这边会建议你 直接存放十万块的里面 而这十万块是可以应付你 三个月的紧急危难 如果说你今天不想去计算 你的生活花费有多少钱的话 我这边会建议你 直接把你的薪水 乘以月份 最后呢再取诊数 简单来说 如果说你今天薪水有四万 而你的紧急预备金 想要存到六个月的话 就是四六二十四 取诊数的意思呢 就是你今天可以直接存到二十五万 对你来说也会比较保险一点 那紧急预备金应该要存放在哪边 我这边会建议你 一定要存放在那种 你四十八小时之内有办法马上拿到现金的地方 像这第一个就是一般银行的货出啦 那你也可以选择高货出的网路银行 算说这些银行的公告时间会一直改来改去 有时候你可能要挪动资金会比较麻烦一点 但是如果说你想要让这笔紧急预备金有办法升利息的话 其实高货出网银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我之前有介绍过几家高货出网银 我也把影片放在上面 大家记得点开观看哦 接下来第二个就是放在定存啦 因为定存的利息可能会比你放在一般银行的货存还要来的好一点 就算你今天突然有急事想要解约的话 它也不会影响到你的本金 顶多的就影响到你的利息而已 所以以上这两个是我认为你放紧急预备金最好的地方 那以下几个是你千万不要把它拿来当作紧急预备金的方案 首先第一个就是除去险 因为除去险如果说你今天遇到紧急危难想要解约的话 你的本金是会被打折的 而且呢它并不会那么快让你拿到现金 重点是你已经辛辛苦苦存了好几年 就因为一时的节约而让你的本金被打折 其实反而呢是有一点亏的 接下来第二个跟第三个我就一起跟大家讲 就是基金以及股票 因为这两个投资工具呢说实在有赚有赔 你可能现在购买等到你要紧急危难把它领出来的时候 发现它在低点 这时候呢反而你就又亏了钱了 而且呢有时候你可能想要卖也不一定卖得掉 你就不能紧急的变现了 所以紧急备用金要存放的地方 你要掌握一个最大的原则 就是它必须在48小时之内呢 让你拿到现金才是一个最好存放的地方 而且存放的地方 不能让本金亏损或是缩水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那我这边会建议 每年呢你都要因应自己的状况 而调整你的紧急备用金的金额 因为有可能你今天结婚 或是要买车买房 甚至有小孩的话 紧急备用金的金额 你就要记得把它往上调 让你遇到紧急危难的时候 你也可以不用那么的慌张 那我个人认为紧急预备金算是一个财务上面的堡垒 就是呢它其实不算是一个负担 因为你不会因为一场意外而打乱你所有理财规 你可能要把你的股票卖掉 充容的面对这些意外的发生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投资新手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下手买股票的话 这边会建议先把你的紧急备用金存满之后呢 再下手投资 而且这边呢也要提醒大家 投资的钱一定要是闲钱 千万呢不要因为这场投资而影响到你的生活了哦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如果很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 别忘了就忘了喜欢或订阅我 记得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们一支上线影片哦 想要关注我更多生活动态的话 欢迎Follow我的Instagram 或是按赞粉丝专页 我们下车会见哦 拜不 哈喽我是虚妮 我相信呢还是有很多朋友不认识我 那我这边呢先跟大家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呢在YouTube上面有开设一个理财的YouTube频道 那名字呢跟我的姓名一样 都是念作虚妮 SHINLI 这一次很开心可以跟YOTA合作 推出理财麻瓜演的上的投资理财课 如果说你有看过我的影片呢 你应该都知道 其实我是没有任何财经背景的 而且呢我的数学还非常的烂 那是我一个没有任何财经背景的小资组 我很清楚 没有钱的年轻人在存钱这件事情上面一定遇到了非常多的挫折 因为呢我也是从不会存钱而试过的各种存钱方法 进而在25岁的时候存到自己的第一桶金也就是100万 所以呢在这堂课当中 我会运用麻瓜也能听得懂的理财语言 还有学生以及新鲜的也可以轻松实践的理财方式 以及利用有系统的规划呢 让你可以更好去理解理财以及投资这件事情 就算你今天没有任何经验啊 也都可以轻松的上手 而且重点是线上课程大多数的内容呢 都没有在YouTube频道上面跟大家分享过哦 理财第一步呢 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理财的原因以及目的 这样我们理财这件事情呢 才可以走得稳定而且长久 我会带你建立起基础的理财概念 并且呢带领你找到适合自己的理财方式 配合着有目标性的理财规划 让你可以轻松培养出无痛的理财好习惯哦 首先我会先教大家怎么稳定截流的储蓄方式 像是啊存钱的秘技以及数位理财的诀窍 帮大家掌握自己的收支状况 并且呢达到一个稳定累积财富的效果 当大家有了基础的投资概念之后 你就可以来到实践的环节 分别是股票以及外汇 但是大家不用担心 我以学生以及小资主 都可以轻松负担的小额资金 来进行投资的教学 让你就算今天资金不多 也可以更好去了解投资的实际运作 以及更好去分配你的资产规划 最后想要真正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 不断的投资自己 以及竞争自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课堂的最后 我会跟大家分享要如何精进自己 以及用哪一些可以增加你被动收入的方式 还有呢 我会和大家聊聊 关于大学生还有社会新鲜人的理财想法 以及理财的重要性 除了丰富的课程内容之外 你现在只要加入课程 就可以额外获得投资工具栏能包 以及个人财务试算表 前150名购客的同学 还会在额外抽出10位 获得个人的理财规划资讯 希望这一堂课呢 可以帮助到想要理财 却不知道重合入门 或者是你今天查了很多相关的理财资讯 却还是没有办法建立起 自己的理财概念的投资新手 我是轩逸 我们就课堂上见啰 掰播 其实会有很多的观众问我说 诶 到底什么时候 该开始投资 或者是 诶 要存多少钱才可以投资呢 其实我觉得 如果说你今天真的要投资的话 一定要记得先把紧急费用金存满 当然你也可以边存的时候边投资 可是那笔投资的钱 绝对不是那种很大的款项 因为如果说你有紧急费用金的话 你可以比较安心一点的 去处理其他生活上的事情 因为你不用担心遇到紧急危难 或者像前阵子的状况 就是很多人突然被放五星降 或是失业 甚至是股市严重受挫 如果说你今天是用闲钱投资的话 可能就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 把很多积蓄都压下去的话 可能你的现在生活 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那如果说你这时候存紧急 被用金的话 其实呢 就不用那么的紧张了